花蓮县客家事务处举办2021客家童花季 4月3号、4号一连两天 要在吉安的客家文化会馆举行 这次结合了人礼、万善庙、孝亲节举行 邀请很多客家金曲创作歌手前来表演 另外还有丰富的摸彩品 花蓮县客家事务处欢迎乡亲 能够踊跃来参加 每年4、5月是油童花绽放的季节 而花蓮县客家事务处每年都会办理油童花季 来推广客家传统文化 今年更是邀请了多位客家金曲创作歌手 包括了谢雨薇、罗文玉、许哲伟、龙宣宣、许世慧等 歌手前来演出超强的金曲卡斯阵容 就是要给乡亲不一样的童花季感受 这一次客家事务处更是结合了 人礼万善庙、孝亲节的活动来联合举行 不但有美食摊位 也有丰富的摸彩礼品 让乡亲可以听歌曲也能够拿好礼 我们人礼万善庙跟客家事务处 有缘同在一个南浦公园文化园区里面 这次也突发奇想 跟处长有做一个报告 我们可以一起合办童花季 我们这边也举办孝亲节 共同来举办 让我们的花园的乡亲 和我们客家的乡亲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清明节的客家饗宴 我们庙方是第一次的创举 也要谢谢我们处长这么的台爱 让我们人礼万善庙有机会共襄圣局 客家事务处欢迎乡亲 在三四号一连两天 来客家文化会馆前广场 来一同欢度 属于客家传统文化的活动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导